在手机上抓宝可梦 是从小孩子到家里的长辈 各年龄层都相当风靡的活动 不过最近在南韩有一大群人 流行的是用手机抓现金 这是南韩新创工斯TOS 金融服务应用程式 推出的现金赠送功能 例如民众每走一万步 或是完成订阅社群媒体等小任务 就可以获得大约新台币三元的奖金 透过这个赚取现金的机制 厂商可以增加下载应用程式的人数 增加民众使用应用程式本身 金融服务的机会 根据调查南韩每四名成人中 就有多达三个人 会用这类型的程式赚现金 他自从一月推出这个功能后 已经有大概440万用户使用 遥遥领先其他同类型应用程式 而且现在南韩通膨在去年上升到5.1% 是1998年来最高 食品和交通价格分别涨了5.9% 民众因此就用像这样 手机赚现金的方式 应付越来越窘迫的经济状况 不过有些专家警告 利用这些手机资料数据赚小钱 可能会在无意间分享个资给第三方 导致重要个资被不当利用 提醒民众还是要小心使用 华语新闻张元俊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华语新闻YouTube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